好 下一位是陳志全 多謝主席 主席 其實你本來臨美的決定是對的 是交給大會決定 但是錯在什麼呢 你就是交給大會決定 即時表決 現在我們的爭拗 各位公眾人士就是 我們覺得在任何情況之下 表決之前都應該有討論 我們現在爭拗的是 現在螢光幕上面那個 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臨時議案 是可不可以討論 其實早知結果 你就一早交給大會決定 之後給大家討論 就算每人兩分鐘 我想都沒有人會去質疑你 現在就還用多了時間 這是第一個 基本道理 第二就是在這個過程 主席你就明白 你其實真的不是很適合主持 繼續主持下去這個議程 我一會兒進入陳偉業議員 那個正式動議的時候 我才會再追究你 上個星期 我提出一個類似陳偉業議員的動議 你是不是處理失當 陳偉業就給我不給 你需要向我道歉 這個我下一個議程進入陳偉業議員 正式動議的時候 現在說回這個 現在說回這個 所以其實最簡單 就是你起床給劉慧卿議員做 其實就是這件事 我上個星期提出你的時候 你這樣做已經解決了 現在當然不討論 現在其實也要討論 最後還是要表決 但我覺得各位同事 應該支持陳偉業議員這個動議 其實是最有效率 最省時間的 多謝